永不熄灭的爱心 永不变质的善心 永不冷却的热心 以及永不失望的悲心 要获得安乐 就必须重新出发 试着做自己心的主人 把情绪放在口袋里 让自己的心空着 人生真正的快乐 始于爱惜其他众生 为其他友情过一生 怀着慈爱和悲心 爱惜他们 这就是安乐之门 菩提之门 爱惜自我 是一切障碍 苦难之本 爱惜他人 则是所有安乐 这个功德之本 抛弃爱惜自我的心 爱惜自己是心性 是心性发展 和正悟菩提的一大障碍 因为你仅仅爱惜一个众生 自我 所以你的力量 内心世界 都是非常狭隘的 只要能把关心的对象 从自己 转换为其他众生 便脱离了 自我爱惜心态的束缚 即使只是面对 一只小昆虫 内心慈悲的种子 也能因此而萌芽 当你扭转心态 发愿今后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帮助众生 解除他们的困难 使他们获得幸福时 因为爱惜的对象 有了转换 内心的最深处 立即能获得安宁 并且也获得了福德资料 发愿减低 自己的执着倾向 就能增长智慧 及慈悲 体悟到生命的无偿本质 并不是要我们放弃人生 虚无度日 相反的 因为体认到万物与生命的无常 现在拥有难得人生 更应该体认到 自己现有生命的可贵 而去加以好好利用 别让自己的生命 沉沦于爱憎 名利 等种种执着当中 利用有限的人生 快快去做一些 对自己 对他人 有意义的事 佛陀始终强调 悲至双运 好头脑与好心肠 因携手合作 只重理智 不顾感情 会为世间 带来更多的问题与痛苦 另一方面 若只重感情 不顾理智 则人与畜生 就没什么分别了 智与悲 必须平均发展 若能如此 其结果将是物质 与精神 齐头并进 感情与理智 合作无间 才会产生 一个和平 有爱的人类 大家庭 没有修养的人 很容易就动怒 动气 有智慧 有修养的人 则能观察到 无我 无人 既无儒者 也没有受儒者 两无挂碍 自然没有苦恼 愚痴的自私者 只会想自己 结果事与愿违 想要快乐 却与快乐 越走越远 而有智慧者 则是多想别人 结果自己与他人 同感快乐 宁静 来自于 每一个人的内心 当我们内心平静 我们就可以 与我们周遭的人 和平相处 共享安乐 透过心灵和平的开发 方能形成 我们个人 及我们周遭 世界的 真正净土 我们 每一个人 在日常生活上 都应时时刻刻 保持善念 保持正念 保持静念 如果 每一个人的心 时时 安住在一个 亲近的境界上面 心 就能光明 欢喜 少欲 知足 就是 惜福 修福 所以 要保持正念 要调身 调睡眠 调饮食 我们 心里的 欲望 减少 自然 心安 心静 身体 就会 健康 相反的 经常 忧愁 经常 烦恼 就会 衰老 生病 在日常生活中 难免会有障碍 我们要体认这点 才不会失望 无助 而产生各种悲剧 对于生活中的一切问题 若能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 就比较容易处理 事情 也不至于 越变越糟 世界上 各种宗教 有着 不同的教义 与信仰 但是 都传达了 同样的讯息 爱 宽容 人 善 各宗教的哲学 固然不同 可是 可是 大家 都是在发扬 爱 与慈悲 所有的宗教 都是要来发展爱 慈悲 与责任感 所有宗教 都站在 同一个基础上 彼此尊重 彼此了解 彼此关怀 心存慈悲 慈爱 一切终身 我们 才能有一颗 柔软的心 同时 惯爱他人 有力量 我们的生命旅途 才能继续 走下去 事件事 知道的越多 烦恼 就越多 能知道 而不执着 就是大智慧 知道的多 样样执着 就是 所知障 凡能升起 利他